电视广告里面的化妆水都好浓稠 就跟你家里这一瓶一样 但是这么浓稠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的肌肤吸收呢 接下来的实验呢 我准备了两杯热水 想想看天气好热 我们就用这个化妆水加上去之后 盖在我们的热水上头 来看它的这个透气度到底好不好 我们的第一步 哇我们做好这个化妆水 让你再次清洁 以及呢能够做好更多的这个去角质 以及呢让你的保水度可以变得更好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日本的日系领导品牌 哇化妆水一定要加很多哦 这样保养才会足够 接着下来两个凉杯一起盖起来 我们就来看看它的透气度好不好咯 你看这已经有一点点的这个透气度都上来了 有这个雾气水蒸气都上来 表示呢通过了这个化妆水的滋润之后 它的透气度还是非常非常的好 夏季保养保湿最重要 油水平衡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而水平衡321智慧保湿精华水 不会让你的肌肤闷闷闷闷闷的同时有高度的保湿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